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民大概有40万吧 有40万 超过40万 听到声音来 韵鹏来到我们现场 小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立法文 韵鹏 哇这次选区 一样人数众多 几乎大过非常多的县市选区 对对对 我的选区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叫桃园第一选区 有龟山 卢族 还有一部分的桃园区 那这部分桃园区 现在大概15里 当时是因为人数不足30万 所以割给这个龟山跟卢族 所以我现在人数太多 所以大概有45 6万了 所以比花莲县 台东县 然后基隆市 新竹市跟嘉义市 这几个县市 我的选区人口比大概多 是 45 6万 如果以人口来讲 乘以大概八成是选民的话 哇那你要 然后在7层投票率 开出来大概20几万票 哇对 ok 如果我们以36万的选民 又7层的投票率 20几万的话 桃园六席的区域立委 我这一区的人数是最多的 因为这几年有台商回流 有双北 然后移居到我们这边来的 所以我这边人口成长还很快 压力大吗 压力大吗 压力选举我觉得 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生活之一 当然选举期间会比较忙一点 而且北台湾或者中台湾 本来对于民进党来说 就不一定有特别的优势 即使我们是现任的 那我选民常常会问我说 这次有没有 有些人以为说我们联论就轻松选 我说不是 如果这一区不是很相对艰困 八年前不会找我来 对 这个选区本来之前八年几前 上一次12年前选立委的是文灿 对他那个时候是2012年 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 对那那个时候就大环境还不错 但是蔡英文总统也席败嘛 那文灿在这边也输掉 所以是过了四年文灿当市长的 然后刚好就 这个地方我们不容易经营 就找我来参选 那选民给我机会也服务了两届 在桃园当地你算是在业当 你怎么样看张善政这执政一年来的表现 其实你要说表现嘛 应该说大概一般你去问市民或全国 以前几年桃园算 常常有领先群雄独领风骚的风光时期 这一年大概你说他的表现如何 大概大家印象大概是没什么表现了 对没有印象变成他的印象这样子 这一年来我想一下 人民的感受怎么样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重大建设 我认为他们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离台 对全国知道桃园被拒绝了 说有什么重大的市政的事件 大概没有什么正面的 就是台积电离开 那现在他们嘴巴还蛮硬的 你去想 5000亿的设厂台积电第一次宣布 我不去哪里这样子 顶多不讲嘛 我没有要去就不讲而已 他不会说我不去桃园 这第一次 50年来第一次 张善政没有道歉过 也没有未留过 这是最让我意外的 就是说你至少可以讲说 他号称科技界出身 你可以讲说给我两个月 我来协调一下土地的征收 能不能有一些空间 没有 都没说 就是嘴硬到现在 还推给我跟文燦 这个我比较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说你像全世界 在抢台积电设厂 包含日本熊本 美国应该是凤凰城 德国大家都是 至少补贴个2000多亿 3000亿台币请台积电去 桃园现在我跟文燦 这三年下来慢慢的去协调了 水也接好了 电也处理了 连外道路处理了 甚至是龙潭多一个交流道 叫高原交流道也通车了 最后就是他上任之后 就是土地问题嘛 土地征收因为地方政府 因为他没有做好 然后最后台积电公然宣布说 我不需要被抗议 因为土地应该是地方政府 跟科学园区处理的 他就宣布退出桃园了 到现在没有一个交代 然后推给我跟郑文燦说我们太早宣布 他认为本来台积电没意愿 如果你没有意愿要来 那会讲说我现在不进驻桃园吗 他是要进驻的意愿 所以他现在告诉你那我不来了 这个因果很清楚嘛 他现在就扯一些程序 扯一些他认知里面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对桃园来说很可惜 可是桃园是台湾制造业的重镇 桃园失去台积电 等于台湾的护国神山的进度完了 这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损失 那其他伟长问世民朋友说 这几年来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 桃园做得好的 我们给他鼓励一下 也要知己知彼嘛 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执政 我们是在野的现任立委 就好像整天在自己外面 但真的还想不太起来 而且他们市民朋友说 也很久没有看见过张市长 他跟文燦风格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人者要三嘛 智者要水这我没有意见 文燦是那种记忆力很好 很愿意天天排很多行程 跟大家接触的办很多活动 那现在的张市长大概不一样了 大家就他会是一个比较冷调性的市长 但是我觉得冷的 我冷调不是桃园整个冷气 所以他是那种比较冷色系的 就是我做冠了 你们过年的生活就好 但对桃园来说就以前那种 不然文燦一上任就去争取 这个台湾灯会在桃园 然后后来农业博览会 然后捷运要让他通车一条一条座 航空城 然后现在青浦 青浦不是只有青浦帮公穿娘 青浦是现在一个很发展的 你去你会觉得说你以为到横滨 你会有那种感觉的一个地方发展 那以前会觉得桃园欣兴向荣 很有活力 但这一年相对来说就是降温了 这降温是我认为比较可惜 我相信这个市民朋友的感受 会跟我差不多 好像如果去年当选的是你 感觉这个桃园市的场景 我们就有要跟郑文燦比较的压力了 对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网友就说 如果去年是郑英文当选 桃园就有一个1比1的钢弹 钢弹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日本在横滨那个机器人 当然很多人跟我有共同嗜好 但是我们会尽量想说让桃园 维持在一个很有新闻价值 很有吸引力 而且很多元的一个状态 不会让他就死气沉沉 因为这几年我们跟文燦一起在合作 甚至要中央帮忙就说 在大概五六年前有一个网络民调 但是你出国旅游 哪一个城市最没有印象 甚至或者他们觉得最无趣 是桃园 其实桃园我随便讲 大家都有印象 只是你不知道去桃园 北台湾的人去桃园玩 不知道我在桃园 比如大溪 很多人以为是新北 大溪一讲 不是豆干竿还有老街 比如说拉拉山 桃园也是从我们这边 会pass过去到宜兰 大家也不知道 他们说这是拉拉山这样的 台湾县 然后比如说客家菜 客家菜不是只有苗栗 桃园从大概平镇 然后新屋 新屋 鹅肉其实很有名 洋梅 洋梅 对 大家他们也没有印象 他会到洋梅 还是不知道说这是桃园 就很多人路过旺季这样 甚至桃园有一个很妙的 的那个算传统吗 很妙的一个自我定位 中立人不会说我是桃园人 他就说我是中立人这样 真的啊 对 桃园人 对 他们 所以他说我中立我骄傲就是了 对 他是桃园区 我会讲说我是观音 他也不会讲我是桃园这样 但是这个地方的个性 我觉得倒没什么 但是你要建立一个品牌 毕竟就是你要长期经营 你像现在大家讲清浦 一个新的上来的那个都会区 大家就会知道在桃园 那很少人知道清浦在中立 就知道那是桃园 高铁站什么的 所以就是我们很努力 要把桃园的特色集 慢慢整合成这是桃园 我觉得前几年台南跟高雄 就做得很好 我跟文燦的共识说 你不能让桃园变成一个 大家路过的都市 你这个国际观察来桃园 下飞机直接走台北 对不对 这个就可惜了 你过路财神都不是 那就对桃园来说没有 就很浪费 所以都希望他们留下来 所以现在在清浦 我们也多了一个中央建设的 会展中心 不然你看桃园现在航空城 已经启动了 所有的制造业 桃园一年创税三兆 它的产值有三兆 这些制造业也需要很多的展览 工具机也好 产品也好 会展中心都要到南港去 或者到世贸 你不如在桃园一落地 就在这边展就好了 所以现在终于有这样的一个基地 然后集中在清浦地区 可以把桃园的制造业 跟所有的厂商都集合起来 这对桃园来说是一个 很有必要的基础建设 然后文灿一步一步脚印 靠中央靠地方把它做起来了 那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惜说 这一年好像有点浪费掉了 这个大概是市民的共同感觉 你自己长期生根在这里 然后在两届的立法院的表现 其实是有目共睹 我是非常投入 然后低层又接地气的 有没有想过 那去年为什么败选 这个败选在今年2023的氛围呢 去年我自己有参选 那很多朋友会说 因为你是 而且又有执政的优势 对 就是你 因为我们是有换过候选人 我是去接林志坚 对 那我们是一个 选情上面有重大转折的 很多人说很可惜 就如果你早点准备 说不定就胜选 但是我不觉得 去年有一股 当然很多的事件 政治事件 我们批评选举都有 但是在去年算疫情后 有一个我们很难解释的状况 发生的是说 这个我有一次在车上 我有跟赖清德主席讲 我说我自己选举不做民调 但是我去分析了 去年的各媒体民调 或公布的民调 我发现我们的支持者 全台湾 大概有6% 电话里面表态支持民进党 或我们的候选人 像他不投票 所以会发生说 你去看南台湾本来 那个民调赖20% 10%那些 要赖赖都差不到2万票 差点还被翻盘 对 就差不多 那这个是一个共同现象 桃园没有比较差 但是我们桃园还是输掉 没有错 所以你北台湾的 那个会更明显 所以全台湾如果调 民调上面的6%不投了 那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很可能你一场选举 你的改变不到6% 对 但是是不是有这个6%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以选举结果来看 我认为有 我认为去年对我们的教训就是说 如果你的民调还不错 满意度还不错 但是会有突然支持者 不愿意投票的状况 你就必须去检讨 那这一次的 那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 民进党支持者 为什么系统 民进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赖青德接任主席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说包含大家对我们有 认为说我们跟黑金的 然后论文的 跟什么一大堆事情有关 它就一件一件包含从党的内规 修法一件一件做 就是说它原因很分散 它不像在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地方选举也是输 也是败选 可是我们很明显知道说 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去处理 当然韩国有它的魅力 可是它那种太贵 碰烫一下子 自己也消烫掉了 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可能年改 有一些改革突然 同时进行宿敌太多 然后大家就 大家看起来就是到处在抗争 然后在一些包含说脸书 一些社群平台 我们可能好像都为一昧的 被人家攻击 没有去及时一个战斗性去说明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很快找到原因就恢复了 所以在四年前的总统选举里面 我们很快至少你通路上面 然后哪些必须要去面对 然后我们做了很及时的处理 但是经过了四年 你会发现说其实在这些 我们社群平台上面 好像我们的工坊也都算完整 政府也算及时 也是苏贞昌担任院长的时期 四年下来其实成绩很好 但是他们你会发现说 转战到自媒体平台 就是小军力现在在努力的领域里面 然后到短影音平台 尤其是被中国 大家全世界有质疑的TikTok上面 我们没有 我们消失了 所以这群有可能就跑到另外一边去 所以议题又多元 并没有一个像韩国瑜现象那种 你很知道说这一次跟这个 好像有关或者年改 你就整个分析起来 你会变得好像你每一个地方 都需要去补证 所以赖清德接任主席 是比较辛苦的一段路 因为你要去找一些病因不明的状况 所以我在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们候选人可能不准 我们自己的观察不准 来浮选的人认为说 像王定宇委员他在桃园长大的 他陪我到中立扫地 他觉得这个外面反应应该是OK的 对 然后成吉迈来外地人在地人这样 你就觉得说桃园应该OK 就开出来的票 其实落差很大 那说你输几票 输了张山那几票 大概12吧 12万票 落差很大 不少 但是我们的议员选得很好 民进党的议员的人数是有史以来最高 就是说我们要24席 对 那这个议员 议员这个高额当点 所以议员的总票数高过于 你的桃园市长候选的票数 差不多 但是他们 我们的支持者会变成说 他愿意支持议员 但是没有能力再帮市长多拉一些票 那这个也是全台湾的现象 我们包含双北包含高雄 那他们的议员数都成长很多 所以就是他某种程度选民在这个的选择 他可能真的蛮多元的 那今年的总统跟国会的选举 我们先看这个对手好了 你怎么看侯友宜现在 因为他的声势现在慢慢有起来 他的声势起来 是因为他成功的结合赵绍康跟韩国瑜吗 我认为他的声势或者民调 现在有回温 大致上来说是因为柯文哲 跟他们的支持者同叠 所以他是一个恨的动员 然后一个对立型的动员 那这几年他们也的确在疫情下 然后或者去年选举 他们的确有把一个对民进党有敌意 有仇恨的那个动员组织起来 各种议题都有 所以你去看说他讲说什么贪污舞弊 那你讲任何一个民进党的政务官或文官 政务一块钱可以你讲讲看 对国民党各县市都有 还有乡镇长已经不知道被抓几个 都国民党的 但你去讲说包含柯文哲也是跟着乱讲 一点都不科学 所以你去讲民进党哪一个人 包含已经离职的下台陈时中都可以 陈时中是被他们在疫苗上面 61案侦办没有一件起诉的 不要说无罪 无罪来进入判决 有连起诉都没有起诉 61个案子 陈时中都有列出来 61案 就这么无罪这么无罪嘛 他们造成社会的一个印象说 好像疫情期间有很多问题 他们就去制造这个印象 但是总统最近有讲 他没办法接受这种讲法 是没你说一个 说民进党贪污 政务官啦 政务官好了 文官都可以 腐败 你像柯文哲在八年市长任内 他被收押贪污的人数 是远远高于郝龙斌 只是那些人我们都不认识 都公务员 公务员开始贪的时候表示你 你这个体系根本控管不灵 你想想看中央有哪几个 其实他们讲不出任何一个例子来 但是他们就会 国民党这样子也习惯了 柯文哲就会在这边搬弄是非 这是我们遇到很大的困境 也就是说像赖清德到中山 高雄中山大学 有一个女学生说 我们就造成这个印象 赖清德说没有错 如果我没有任何一个案子 他请他你举任何一个 我又可以跟你说明 他举不出来 然后他说如果我们给他这个印象 也是我们的问题 OK 我可以接受 就是当你被抹黑到这个地步 国人还一定相信 包括我们进口弹 希望弹价比较平稳 也被人家弄得好像弊案 不然哪一颗弹 哪一块钱进到谁的口袋 可以讲 没有 没有做的事情最难证明 我们调到那一个 我们调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了 那这个就必须要考验一点 国人的智慧 那除了国人智慧呢 身为执政团队自己不用检讨 我觉得这样也要检讨 所以我刚刚想说 我们被人家造成这个印象 我们也要检讨 你像譬如说 我举一个比较早的 苏贞昌在选屏东县场连任的时候 他那时候满意度多高 民调工具也没有那么科学 他可以用攻击的 握头四百万 结果他落算 对不对 那后来吴哲元被判他这个是 妨碍那个选举嘛 一辅十人不当选 对对对对 那后来吴哲元跑掉 苏贞昌落选 所以这一招放租四海皆准都有用啦 杀战临警五号 一千年前也有效啦 就是 但是这个就是说 反正造谣抹黑嘛 选举文化可以履履得逞 对 然后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 后面有中国厨 有一个中央厨房 那国民党会议党来这个用 但是国人我觉得像这种反 对于他们叫媒体试读 这个比较疲惑 就是说你在看谣言的这种 这种疫苗抵抗力 这是要建立在每个人脑袋里面 那我们也要检讨说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即时的回应 那今年的选举会不会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啦 我们看起来民调都还不错 总统选举的民调 那我认为都 还是国会席次 真的会掉十到十四席之间吗 真的吗 我认为 会掉哪里 就是说会不会掉席次 没有人给你一个科学性的说法 我认为那是 可能是国民党的一个策略啦 那为什么说是策略 就是说你要掉十几席 你像某一位一直发布民调的那一位前辈 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啊 当然对我们来说是 我们要那个步步为营 尤其是北台湾 但是你以客观分析 不分区是大家各党分这三十四席嘛 那这一次如果民众党 因为有参选 他说明会多一点 但是李小军你认为 他会拿国民党多一点 还是拿民进党多一点 本来的盘 应该是国民党多一点 所以民进党有可能在这边 至少可以稳住或多一点嘛 因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立法院在下一届 没有那么多党团了 好所以不分区 说不定我们可以守住 如果他蓝绿都吸收了 对 如果他政党票蓝绿都吸收了 对如果当然上一次就蓝绿都吸收啊 我们十三席嘛 国民党好像十四吧 那上一次就是这样 那如果这一次的移动 我认为会往国民党那边移动一点 那有些党团可能会消失 那这个多出来的比较 我认为比较接近民进党 那可能说不定我们不分区还会多一点 说不定 好 所以王毅川防线会过 现在我们的支持者都蛮嗨的啦 都很希望说他觉得支持他有道理 那正常就是选举的议题上面的 跟事件上面的攻防 我觉得他有形成一股 蛮正面的力量 那国民党看起来没有 但是他们这一次也没有吴思怀这些人的这种负面 想说拿一些没人办的 但是大部分其实你去看都是上面都有国民党的家族背景 好OK那国民党的事情 那再看区域 区域就七十三席 那其他是原住民 然后再另外谈 七十三席民进党比较多数 所以如果总统的状况 我常讲说总统好大家好 赖清德肖美琴好 我们立委就会获益 那一样侯友宜好国民党会好 这个应该是同理可证 但是现在国民党的政党票是大于侯友宜 如果以这个比例来看 那所以侯友宜状况不好 对 所以这代表是 可是侯友宜最近声势的确有钱 对我刚刚讲他是恨的投票 所以仇恨动员 他跟柯文哲跟侯友宜在那个 大家讲武汉肺炎那场军乐饭店拆伙之后 最大的受害者是柯文哲 那他一抽到一号柯文哲讲话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这个很妙 选总统不是你早就要的吗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你为什么到这个情境下 你会用义无反顾这件事情 又会这个形容 这个形容好像说你是被威胁 或者某一件事情阻碍很大 然后你不得不这样 我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 总统选举你有一个政党 你是党主席 你准备那么久 是你自愿坐下去被糟蹋 或你糟蹋了国民投友宜 你怎么会在现在讲义无反顾 而且倒数一个月义无反顾 难道你随时心里想要退选吗 对 他的心态上你会去发现说 原来他并不是对于这个总统选举 是一个很正面 很负责任的说 我不要动三总统 我要把这个民众党养大 他就想要依附在某个环境之下 然后譬如说他屈于立委不提名人 十一个 然后他去依附在国民党 所以有人也不提名这样子 然后想说国民党能不能给他一个正的 或者他要怎么样 他就是有那种 本来就不是很正面要永续经营这个政党 或他的总统选举 所以才会变成说他叫义无反顾 对不对 那你说一开始就讲勇往直前没有问题 你本来就是拼到最后一天投票 义无反顾建有那种说 他在极大的委屈跟压力之下 不得不做的事情 这个你去回顾他参选总统到现在的剧情 你会觉得真是莫名其妙 你到底一开始选这个总统是为什么 只为了你自己脑袋里面对民进党有承见 说我恨民进党 所以我非选不可 而且我还可以让国民党 只是国民党吃我吃不下来 所以这个你去看心态 侯友宜在这一波过程里面 很成功的在某一些民调 吃掉了柯文哲 就是那群可能也是恨民进党那群的 只是本来他们认为说 好像柯文哲比较有能力当选 然后侯友宜比较烂 然后侯老三 那现在觉得听破名字他早回去了 所以侯友宜的民调会上来 是因为从柯文哲这边拿走的 那个我认为就是一个仇恨性的动员 跟恨的投票 那你现在去比较的话 赖兴德跟肖美琴 我觉得他们相对让人家可以信赖 是一个比较正面温暖型的选举 另外两组人的整天在骂政府 骂政党 然后用一种比较攻击性的 但在一党无可厚非 只是他们这两个在一党 能够坐下来一起谈 你会觉得你们把自己的政党当什么 那你觉得赖兴德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是他万里领口被指冲的违建问题 我觉得最大问题都不是 我觉得事件上面都还好 就是说大家对这种矿工的工僚 那他并不是那种去跟人家租个 像马文君一样去租个6000多块的 国土地给他盖一个别墅 工僚虽然现在大家 台湾已经几乎没有矿场了 有水泥矿 那大家对这个不了解 但是他们说五十年钱 人家没房子 我就住在矿坑附近 像我父亲也当过矿坑的同事 也当过矿坑的员工 只是他是工程师 他并不是矿工 那我们会知道说你总是要就近 因为随时会发生状况 台湾在我小时候 矿坑意外很多 对 矿坑意外非常多 有煤矿的 水泥矿的 然后还有金矿的 那个时代 那现在大家都忘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去 会认为说你是怯战国有地区 有点 那就算你认为他是违建好了 像我们两次人整天要说这个 黄国昌每天讲这个 他就不是黄国昌 然后那个马文君 或者说那个张志伦是不是 张志伦 就是张庆舟的儿子 跟吴征在综合竞选 对 就是说他们是用特权 去取得某一些 你说六十年前五十年前 矿工有什么特权 去拿一块地来盖房子 没有嘛 那就让他收下 我觉得那个还好 现在最大的瓶颈 我觉得在于说 到底这些被带起来 对民进党的恨意 这些人 这些选民 然后我们尊重他 但是他们的比例到底多高 我认为萧美琴的公布 然后在那个时期刚好相对 侯友宜跟郭台铭 还有柯文哲他三组人 勾心斗角的破局 我觉得相对来说 有那种人格上的比较 会让很多国人在思考说 台湾是在恨里面去选总统 我觉得这个是最近的气氛上有差别 对我最后再回应一下 你讲的立委过不过半的问题 最后讲区域立委这一块 区域立委我们现任多 所以我的理论是这样 我认为过去其实也是这样 如果你总统在金泽小美琴 状况不错 理论上我们的区域立委会不错 那因为不分区刚刚讲过了 我们不一定会比上次差 如果你区域也没有差太多 那我从数学上来说 看不太出来说 在债清德会当选的前提之下 我们区域立委有 我们整体上有不过半的状况 我看不太出来 这是数学 但是如果有发生我刚刚讲那个 有6%就不投票或怎么样 那这表示说国民党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气势不错 那可能立委就会往那边倒 但到目前为止剩30多天 我还没有看到侯友宜有那个气势 其实选人选党 当然政策也非常重要 尤其在中间选民 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在抄袭星期六星期天 都是候选人行程最多 这里头包括总统副总统 包括立委的候选人 花莲出现这个场景 现任现场是徐振卫 那徐振卫先生 傅昆琦这个西瓜王 这个花莲王 他其实在当地扎根很久 国民党是全面动员 出现了两位值得观察人士 一位是马英九 但另外当然是傅昆琦 傅昆琦跟侯友宜 曾经为了总统的党内初选 因为国民党当时的党内初选里头呢 其实有一个 类似像是一个党内初选的审核机制 审核机制里头曾经列了两位人士 一个叫颜宽恒 一个是傅昆琦 自己也要参与 参与其中被列为参与其中的侯友宜 当时对于国民党其实说重话 他在脸书认为你泱泱一个大党 你要跟黑道 你要带给人民 你这个政党跟黑道之间什么样的关系 那说了没有多久 我就看到他跟傅昆琦是隔空对抢 然后大家也开始想了 那看起来 侯友宜你未来 你代表国民党去参选 花脸的票你好像不在意了 然后你在炮轰颜家的同时 在颜家在大甲正能工的第二选区 看起来中二选区 好像侯友宜票数也不要了 透过慈母框看这个画面里头 这个时候的侯友宜跟傅昆琦 哇手拉手 然后这里头还包括了 曾经大骂暗示这个 马英九是崇祯皇帝的傅昆琦 也跟马英九几乎我看也是手牵手 所以虽然说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但是这会不会转太大了 不过你依附在国民党这样体系的 政治人物或政客就是这样 他为的是他自己以后也还要当选 你看他花莲县长 为什么会叫花莲王 他跟他太太是交互蹲跳 甚至还发生过什么事情 发生过他们假离婚 你记不记得他当副县长 万一他进去关的时候 他才可以争处 他也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花莲的选民 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就还是让他们当选 那傅昆琦是有前科的 他并不是有案件还在审议 我英雄都两次了 进出两次了 所以国民党以前在马英九时代 跟金普聪的这个机制 让他们执政比较秀皮 秀民主 排黑条款他们都排除掉了 所以为什么是 延宽恒加入国民党 延新彪不行 是因为延新彪也有案 傅昆琦就在外面 但是徐正会在国民党里面 其实意思是一样 形式上面我跟这些人切断 实质上我跟他家族有关系 这是马英九取巧欺骗的地方 那朱立伦上任之后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胜选不择手段 但是有效 就是说脸皮厚 那个丢脸但是有效 就是你看傅昆琦 圆宽恒他们就继续嘛 继续让他离百家同舟计划 我们只要同样一条船 一起努力 不管你过去是黑的背景 杀人犯我都没关系 那回来之后你看他地方就胜选了 我觉得这个以国民党的政党发展来说 只要选民才愿意支持这些奇奇怪怪的人 有黑金背景的人 那国民党为什么不做 对不对 而且选民的确给他正面的回应 就是选民该检讨 然后说为什么会这样选 而不是说朱立伦或马英九 或傅昆琦该检讨 那侯友宜是这样 我在看他的个性是 以前他们国民党先美化他说 他说他是什么折散固执 还骗笑的 他就是好坑在买 坏坑在买 因为说要想弄败 没得败 他是趋吉避凶 所以他之前跟颜嘉他会故意忽略 补选买去 然后在傅昆琦的时候他也是故意忽略他 傅昆琦爱面子 花莲王还被你这样糟蹋 韩国瑜也是 韩国瑜形象轻掉的时候 你看侯友宜什么岁月静好 就让他觉得说你这个人 关键时刻需要你都买起来 但是韩国瑜的好处 傅昆琦的好处 颜嘉的好处 侯友宜要不要 要啊 所以他在讲说他是他有洁癖或什么骗人的 你现在今天一看开来 傅昆琦到底是自愿还是被押着上去 都无所谓 只要你们站在一起就表示说 你们对这些黑金的背景完全不在意 你侯友宜还不上去了 不管人数多少 那的确也是赢过小美琴的一个傅昆琦的势力 这个是没有错的 选民的选择 但是侯友宜当时只是为了他自己 可能以后要选总统 他把每一个事情他觉得我现在最大嘛 那个时候他在年初的时候 去年的这个时候跟今年年初的时候 侯友宜民调还58%的时候 他当然觉得说 他有过58%这么高啊 有有有 他后来是因为变成 我想说40% 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一开始要参选扭扭捏捏 好像选总统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在议会上有讲好像没讲的 然后后来被发现说没聊 他叫hoho GPT嘛 然后讲的时候是好好做事 然后什么都不给 具体的讲不出来 然后那个形而上的也没有比较高明 所以他后来垮掉是这样嘛 所以他现在还慢慢从谷底往上爬 是因为有那个仇恨动员 并不是他很有料 所以你去看侯友宜的状况 他自己的支持度是虚的 所以他现在需要有那种 很扎实的实力的这些人 那你侯友宜之前 如果你告诉我说 你是一个折善固执的人 或者是很重视形象操守的人 那你今天跟他站在一起什么意思 所以我说他只是个趋吉避凶 然后是一个 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形象不择手段的人 但他今天会为了自己的胜券 管你去年的后遗仪长什么样子 对啊 这是选民要去判断的地方 是 非常谢谢韵鹏 郭政官 因为刚刚韵鹏提到58% 我以为曾经在2022年 在国民党大胜之后 被认为其实是最高 高能量 而且可以说是在国民党高支持度 曾经达到58% 可是你会发现 在选前一个月里头 你回过头来再仔细走 因为政治人物要看一辈子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呼吁很多人 政治人物看一辈子 你可以看监视赖清德 从他身为不管是国大代表 从立法委员到台南市长 或者是行政院院长 一直到副总统 看他的一辈子 那侯友宜其实也是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侯友宜为什么现在不太像 侯友宜的政策里头 都要跟中国挂钩 那你过去 你如果是你有曾经 40%到58%的一个支持度 那个时候侯友宜是什么 你走的是一个 跟国民党进行切割的路线 你走的一个不太像国民党 如果那个时候有票 可以获得高支持度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路线不走的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观察 他不是切割国民党 我认为他也讲不出一套 自己的做法 真的 他只是不回答而已 他在市议会里面 多次被议员咨询 比如说我印象中有的话就是说 双城论坛你怎么看 你跟中国交流要怎么样 他就会讲那种 好好做事那一套 他没有回答过 你现在在问他 他也回答不出来 像赵赵康这几天他在讲说 他跟中国的国防关系 他说我们应该多造飞弹 但是中国不能够增加 还有这件事 我是中国我也不会听你的 我们可以派军事观察员去中国 中国不能派军事观察员来台湾 凭什么 凭什么 赵康康还讲得出一套 我们两个家兵台 侯友宜有讲出任何一套 你觉得说这个是独特的创建吗 他只会跟你讲说 我做警察的人我都不怕死了 不然整天在凶下战争的是你嘛 那我们的国防 譬如说我们国防总是跟我们保护警察一样 你总是要有盾牌 有装备 车子要比毒贩快 你才有办法保护自己 毒贩才会怕嘛 你对中国就是一面让步 你可以讲得出一套 他讲不出来 所以他其实他上去的原因是因为 民进党我们要检讨的部分 并不是他多厉害啦 但是他下来的原因就是 大家会发现说 你做一个地方 手掌市长OK啦 你要做总统好像谈不来免贡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讲他说 他调得最快那段时间 5月17号他提名前后 他被人家讲说 韩国瑜至少有好笑 你侯友也好笑都没有 低配版的韩国瑜 所以这个才是大家 为什么他民调掉下来 他必须要靠仇恨性的动员 然后必须要跟 坐下来 再委屈都要跟柯文哲 两个人来这一团 那个四季大戏 所以他不靠别人 不靠这种仇恨的基本盘 他靠自己的魅力 跟靠他的政策是没有办法撑起 当选的基础嘛 所以其实侯友宜 他以前看起来是 好像跟国民党有点不一样 那只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底 他没有办法向马英九 讲出自己的一套来 所以后来很快被发现了 那现在他就必须要拥抱深栏嘛 所以找赵少康来对他来说 你找个战斗栏 战斗栏其实是在国民党里面 照分裂嘛 就好像那时候的集思会 跟新国民党连线一样 他是在党内找对抗 然后再去对抗民进党 你找他们来 就表示说我回来拥抱深栏 甚至分析说你已经放弃年薪泉了 那侯友宜不得不走这一套 因为他对这国家的经营 大的方向 甚至在国民党的未来 他其实是没有见解的 所以他大概就随波逐流 这个是一个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最害怕的地方 当你开始说蓝白 我一直要问说你们蓝跟白 你们的核心价值跟你的路线 真的一样 你两岸关系真的是一样吗 你外交政策 你的国防政策是一样吗 那最近因为 柯文哲特别提到说 他当选总统的时候 要遵循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 那我一直觉得柯文哲 你也太好笑了 你这个是公然在操作气宝吗 就是说那我投给你 那我就投给蓝清德就好了 蓝清德两四年来 深绿 对对你又是深绿 那不用啊 民众党就病到民进党就好了 所以蓝清德当柯文哲在讲说 我当选总统的时候 我要遵循蔡英文总统的路线 公然操作气宝 那意思就是说 请你们把票投给蓝消费 是不是啊 有这种意味 柯文哲现在似乎 他也不去管你的政治逻辑 或者说你的政治哲学基础 他去讲深绿 然后又叫民进党什么 还是你们审主牌 把他当笑话在看 对他也不知道民进党改变什么 然后他讲说我外交要走 他承认是要走英文的路线 但是大家知道台湾的外交 一定跟两岸有关系 你外交要走出去 中国就不可能给你好脸色看 那你如何 你柯文哲是嫌得比较漂亮 你哪一套可以让中国说 让你台湾走出去 跟美国有友好的各种往来 然后你中国又可以 睁自己闭自己让你出去 到底是凭什么 侯友宜讲的 赵涛康讲的 柯文哲讲的 都没有告诉我们说 中国凭什么让你台湾走出去 没有嘛 你不接受一个中国 他凭什么让你走出去 那如果你接受一个中国 你就走不出去 这个矛盾是每一个执政者 都必须要去面对的困境 所以柯文哲他们都要讲说 你现在算总统 你不是在选行政院长 总统最重要的职务 宪政上国防外交两岸 国防他们是反对台湾的自主 自主国防的 然后每天都要讨好中国 然后跟着中国在恐吓台湾的 侯科都是 外交跟两岸是连在一起的 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 外交就外交 还有一个什么两岸的 没有这种事 外交跟两岸连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在讲的都是 讲那种不负责任的 什么侯友宜讲说 我是亲中游美 什么和美这种的 这两个本来就矛盾嘛 美国跟中国 你一听他讲亲中和美 他是不是口误啊 脑袋是亲中 斗杀包亲中和美 然后两岸一家亲嘛 大概就是他们论调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他不小心讲出来 羞耻不顺 这也就是侯友宜被国民党里面 他们国民党认为他无料啦 因为他没有一套自己的两岸的 哲学 所以他可以用这样来敬服国内 用这样来跟中国对抗 没有 他们到后来也是回到九二共识嘛 那习近平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嘛 他掉进去了 那可能他在他骗酸民民灾啦 所以你去看他们国防外交两岸 如果是总统最高的职权的话 那审核在一起的时候 柯文哲你凭什么 你可以走我们这样跟美国的路线 而中国不对你有施压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 就像赵少康讲的 你可以派军事官场去中国 但是你说中国不用派来 你凭什么 对不对不是打假球 就是在这有鬼嘛 凭什么 凭什么习近平要听你的 对啊 那中国接受的更可怕 国际会怀疑回台湾 到底你这一场你的观察是真的假的 你看得到吗 你看你当你 或者你出卖了什么 你出卖盟友 如果你真的派军事观察员前往中国 传达给美国的讯息是什么 他会回过头来说 你台湾跟他有互信是好的 但他说因为台湾人可能不信任中国的观察员 他来我们这边 我们是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会给他看真的 他去给我们看假的 美国一定会怀疑说 那你台湾跟他演这一出戏 我怎么信任你 对 那美国是两大集团 他们可以在一边信任 一边互相vertify 那是那个布希总 那个拜登总统讲的 我们trust butvertify 我会跟你谈 但是你讲的我也不一定信 我要确认过 台湾跟中国没有办法这样互信嘛 那你就想说为什么中国只打压民进党 对不对 那可以接受你们两个 那如果这些条件都成立的话 一定打假球 国际就会远离台湾 国际远离台湾的结果 现在是已经演变到订单就远离台湾 因为你像最高的技术 大家讲护国群山 护国神山 他们最上位的技术 一定是美国日本跟欧盟的 他们怕 他们现在连香港都不能绕到了 他如果你台湾的政权是一个亲中政权 包含NHK包含美国的媒体 都是说他们三个都亲中政权 然后你一个亲中政权上来的时候 我再把这些像爱斯摩尔的这些技术给你 一定又从你台湾跑掉了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的订单 护国群山技术再好也没有用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 影响到我们的就业 这就是马英九时期 为什么他跟中国关系这么好 能够互相都互相的 结果我们景气差 失业率高 年轻人到最后只有22k 马英九还当你是恩惠 现在是最低工资都27500了 所以这是差别所在 就是说中国如果需要台湾的技术 在国际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下 我们当然他跟两岸的贸易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国际有禁令 或他必须要选择我要在台湾制造 不能在中国或港澳制造的时候 你选择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订单就会跑掉 所以在这一块是柯文哲跟 侯友宜没有办法解释的 但是也是这几年台湾为什么 我们股市这8年涨一倍 香港腰斩成一半 我觉得主要原因在这里 这个时代是有民主才有国际信任 有国际信任才有订单 有订单才有好的经济生活 所以如果大家常常会讲说 柯林顿讲的这个笨蛋问题在经济 如果你是考虑经济的话 那民进党这条路线是对的 那如果走回这种依赖中国生产的路线 什么台湾接单中国制造 那又回到马英九时代 那就是怀念22k 没错 其实很难以想象 一个香港的地方 它是承载了14亿人口 可以这个地方公开重募它的资金 结果香港的恒生指数 就在最近不断腰斩 而且被台股给追过去的 这个非常难以想象 只是说从柯文哲 从侯友宜 当柯文哲你去认同 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的同时 蔡英文的外交路线 是被共产党认为是台独 那柯文哲你又在喊两岸一家庭 到底为什么 那以侯友宜来讲 侯友宜你的两岸路线 到底是什么 那九二共识 事实上2020年 习近平告台湾同胞说 已经告诉你了 没有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 国家领导人说真的 可以忠于忠于除賴清德之外 可以谈你的总统职权 你的两岸你的外交 你的广反政策我觉得非常好 否则 否则 一个要竞选大位的人 不谈总统职权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可笑 谢谢殷鹏 也谢谢 所有现象的观众们再会了 拜拜 各位海内外 各人朋友 小群姐的Live Show Real Talk 真实对话Live Show的第二场 我们即将要登场了 继于北城 还有Thank you之后呢 接下来的是 又是重量级的来宾 猜猜看她是谁呢 她是现在赖青德竞选 总部的主委 姚立明老师来了 姚老师来咯 Live Show 想参加的 请踊跃报名 我们下周一见咯 各位在线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一年来的支持 小群姐在这个地方 要请大家帮帮忙 我们公开征求更多的厂商 我们愿意替大家来制作更多的影片 这里头包括了产品的影片 包括了公司的形象广告 包括了为你量身定做你们所需要的影片 包括了人物专访等等 这一些透过的专案 我们都乐于替大家执行 为什么我们的业务要全面启动 过去一年来 的确来自于四面八方 给予我们的donate 给我们的资源 这里头可能是每个月200块钱 300块钱400块钱 点滴在心头 非常谢谢大家 让我们这个频道得益在一年之后 还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尽管我们业务部没有任何的成立 一开始的时候小群姐的确 我们把重心放在整个content内容的制作 而且一年多下来 我相信来自于所有的观众 你们赋予这个频道 不管小群超音plus 或者是realtalk真实对话 都有更多的期待 而给予更精进的内容 更深入的内容 更有视野更有角度 更不同的一个国际观点 置入这个频道 是我们的责任 更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而在这个频道 希望可以长久永续经营 让它走得更稳健 让它的收入可以更稳定的同时 我们决定要开放合作厂商 如果你们有商品 愿意制住 愿意透过小群姐的口中 替你们进行去宣传 跟进行制住 欢迎跟我们合作 我们提供了不管业务部 跟新闻部的精力 希望有我们可以替你们服务的地方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你们俩的观众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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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